蒋威,我的生死之间,北大荒之青回忆 1968年11月3日,我和数百名哈尔滨中学生 背着行李,提着衣箱,喊泪告别家人 先坐火车,后乘汽车,翻越了茫茫苍苍的新安岭 来到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 一路上,起伏连绵,罕见人烟的茫茫群山 高大茂密,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 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数十台大解房拉着我们 行驶在弯弯区区的沙石公路上 两边碧立着高大茂密的森林 排头只能看到一线天 让我有了一种进入大教堂的神圣感 二十年后,我在去那里探望老乡 路两边的大森林明显稀疏多了 这让我深感痛心和自责 当年,成千上万的城市之青被发配到这里 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 究竟能做出什么大贡献呢? 其实,我以为就是求生 尤其在白雪茫茫,运动三尺的漫长冬天 老乡们都躲在家里猫肚 什么农活都干不了 而知青的主要任务 就是年年冬天 乘坐拖拉机进山砍树 然后拉回来破成木柴 围着房子,砌成高高的木墙 宿舍里,一天24小时不停火 烧着大铁桶改成的炉子 即使到了夏天也得烧 因为炕不能凉着 年复一年,新安岭上浩瀚无边 红松晴天的大森林 很多地方让我们烧成了杂树林 二,独立一团 原为农肯系统的嘉音农场 地处黑龙江边 对岸就是辽阔寂静的俄罗斯大地 我在连队刚刚劳动了八天 大概一位团领导看到我在黑龙江日报发表的长诗 在时代的列车旁 内容是这些火车站上之心下乡 亲人送别的感人这场面 后来我才知道 当时这首诗在黑龙江产生了很大影响 很多中学生是受了这首诗的感染 而决心下乡的 团领导很欣赏我的文笔 为了让我以后给团里写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材料 于是把我调到团部 给团长当了秘书 团长石某 老军人出身 1966年3月 为加强边疆反帝反修斗争 他负命率800名官兵 集体转业到嘉音农场 此时正终止文革运动 在全国展开 时任副厂长的石某便率领部下一期造反 把农场员领导班子全部打倒 还把大批干部打成苏修特务 特贤 他则当了一手遮天 说一不二的团长 很多干部群众 为长期关进戒备森严的学习班 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集中营 外有高墙铁网 仅为直枪守卫 内有严格管理 不许乱说乱动 被关押者不得记鞋带 或只能到穿鞋走路 以防逃跑 肩膀上还被残忍的落上号码 他们除了天天参加强制性劳动 还要不断遭受严刑拷打 和威逼性审讯 以交代自己的罪行 共出更多的特务统 文革初期 我在哈尔滨第三中学 读高中二年级 练出一手的宣传本事 能写绘画 又能课纲板 印小报 自然很得团长欣赏 再连队劳动了八天 就把我挑到团部机关 甚至还给我 颁读备了一间民房 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 每半个月 我便推出一期 有模有样的有印小报 从社论到报道 都是我写的 看头还刻印着 鲜红的毛主席头像 团长多次 在干部大会上表扬我 时间长了 下面的各营 各连队的干部 都知道我是团长的大红人 十分了得 见面时都按照军队习惯 向我立正敬礼 天天穿着那个年代风行的绿军装 我当然要回礼 那风度气派 显然不像一个小知青了 三 有了这样的地位 下基层搞调研 写简报 自然是我的工作职能 当时全团有22个连队 还有个被称为23连的地方 那是蛮人的目的 都在按照上级部署 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 清理阶级队伍对岸运动 主要任务就是 深挖地赋反坏右 嘉音地处黑龙江边 对岸就是苏联 清队的主要对象 自然就是所谓的苏修特务 1969年春 为总结全团清队经验 我跑了六七个连队 发现每个连队都关押了几个苏修特务 我很好奇 于是出于敌情观念 以调研为名提审了一些人 一问都是贫下中农出身 还有早期从部队转业的铁道兵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 他们大多只有小学文化 有的还是文盲 再问他们既然是敌客 藏了什么电台 密码本 发报机吗 没有 一件实物证据也没有 我的脑子里很快产生了许多疑问 对岸的苏修找这些土吊渣的农场人 当特务有什么用 俄语不会说 情报不会写 奴布不认识更不能花 这不等于找了一群龙子哑巴吗 询问中 这些人声泪俱下 亮出双手 前胸 后背给我看 个个边很累累 有些人的指端 竟然成了黑乎乎的肉球 那是长时间掉在房梁上 被省所乐成的 好几个连队还打死过人 然后把尸体往黑龙江 火冰窟窿里一扔 完事 他们哭着说 自己承认是苏修特务 都是挺不过严刑拷打 一个咬一个 被逼着承认的 据说后精兵团工作组调查 这个独立一团 在轻队运动中 总共殴打致死47人 那时我并没有 多高的觉悟 处于文革的大环境中 也没怀疑过 这场轻队运动的正确性 但我的良知 大大激发了我的怒火 后来我又只身 调查了几个连队 发现暴徒所用酷刑 达29种 比如把脑袋 按进烧红的铁锅里 把捣碎的大葱壶在眼睛上 把人被朝上 捆住四肢吊在房梁上抽打 还有两个打手 公然抢爆了一个 被打成苏修特务的女劳模 我被大大激怒了 把这些罪行 一一系在一个小本子上 密藏起来 准备找机会向上击反应 1969年4月 兵团总部 派来一位现役军人孔干士 到独立一团 检查春耕工作 我陪他走了几个连队 一路闲聊 见孔干士文质彬彬 为人和善 是很值得信任的人 便向他讲述了 独立一团的亲对情况 和那些残忍的暴行 并直言了 我的怀疑和愤怒 孔干士深感事态严重 说 你能写个材料吗 我可以带回去 向兵团党委汇报 但结果如何 我无法判断 你要有精神准备啊 那时的我 目睹了 那么多的暴行和死亡 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当天夜里 我赶写了 长达三千多次的调查报告 第二天交给了孔干士 限于那时的认识 我得出的结论是 独立一团犯了 亲对扩大化的路线错误 严重伤害了 大批无辜干部群众 二十多天后 兵团总部派来一个 主要由现役军人组成的调查组 组长是五十多岁的 正团级处长张斗 他身材高大 威风凛凛 声若红中 能唱一口好京剧 到了团部 他私下找我 听了一次汇报 接着下去 调查了几个连队 数天后 在团领导班子会议上 我作为团长秘书列席 张斗处长严肃批评了 独立一团的轻队扩大化错误 要求立即释放 所有关押人员 查清死伤情况 上报兵团党委 师团长拒不接受批评 称工作组是攻击本团的文革胜利和清队成果 执行的是刘邓路线 言霸他悍然退出会场 拂袖而去 把兵团工作组晾在那了 第二天 工作组不得不黯然撤离 我的灾难也随之降临 四 此时我已预感到 全团800名干部 都是师团长带来的 都听他的指挥 团内必将因此事引发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后果难以预料 我得给自己留点证据 幸好我也是多了个新眼儿 把调查报告留了一份复写稿 两天后 我把复写稿交给来自哈尔滨第三中学的几位同学秘密传阅 请他们读后替我保存起来 千万不要外转 没想到 同学中竟然出了一个叛徒 私下把我的调查报告上交给团长了 数天后 使团召开了一个紧急政工会议 公开宣布我是反动分子 资产阶级狗崽子 将我开除政治处 下放连队监督改造 会后 我继造到一群在团部工作的干部和知青的围攻谩骂 其中还有几个女生 平时回头一笑百美生的小脸蛋 这会儿也变得十分冷峻 和是不两立了 晚上回到宿舍 我的行李已被扔在门外 抗袭上洒了一堆垃圾和好大片的墨水 而那位出卖我的同学 则被调进团部宣传谷 当了正式的报道干事 在我被开除政治处的第二天 团部派出武装连的两个直枪之亲 乘坐卡车将我押送到20多里之外的 三银十一连 进行劳动改造 那是我下乡出道的连队 大家都认识我 知道我是团长的大红人 那天看到我被盗捆双手 按着脑袋压下车厢 全连大为震惊 不知我犯了什么大错 他们虽然天然地同情我 但只能远远地躲着 怕沾上同伙的罪名 自此 我被安排住进知青大宿舍东侧的 一间破旧小房 炕上支起一个长木笼 外面挂锁 晚间便让我睡在里面 不得乱说乱动 外面就躺着两围 皆是我的本联知青 白天 我去食堂吃饭 下地劳动 两人便扛着三八大概 寸步步离地跟着我 连队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 也压到我头上 比如 从一百多米远的深井 给食堂挑水 一天要挑三十多蛋 入秋收割大豆 大家干累了可以休息 我却必须继续干 大冬天进山伐木 知青们集体出宫 只让我一个人留在帐篷里给大家做饭 那可是狼熊出没 全无人计的原始森林啊 在连队 我整整劳改了半年多 期间经历了几次生死瞬间 有一次伐木后 大家集体往山下走 一劫回头棒子 即被捣树砸飞地断木 突然从后面飞来 击中我身后一位 加木斯知青的后脑 他当场倒地死亡 没有他 击中的就可能是我了 当晚 是我给他洗了身子 换了一套新年服 从此我不再怕死人了 还一次 我赶着马车 为食堂拉回四大桶井水 刚到帅场边 远马突然惊了 一只前提猛地 踩住我左脚的鞋子 我仰面朝天倒下 同时眼看着大车轮 朝我滚滚而来 幸亏我从小喜爱啼语 反应快 猛一侧身滚了出来 顷刻间车轮便从我 遗落的羊皮大肠上 压了过去 旁边晒场上的知青 都惊呼我明真大 捡回一条命 还一次 我赶着马车下地 坐在我身后的监督人 小召完枪时 忽然走了火 子弹从我耳边飞过 射进路边的电线杆子 它的枪口在歪一点儿 我肯定一命呜呼了 在营部当报道员的 一个哈尔滨女孩 戴一副小眼镜 无恙清秀 酷爱文学 看得出对我很有感情 她多次劝我 向团长认个错 不然咱们的户口 都在这儿 这辈子就没后路了 但我深知自己已无退路 认错就等于投降 这是最令人不耻的行为 我言辞拒绝了 最后一次 我一声不吭回身就走 走出好远后回头看看她 女孩还站在原地 用红黑隔维巾在抹眼泪 从此我们不得不一刀两断了 那些日子 连队多次召开全联大会 为我进行批斗 我被迫低头弯腰 胸前挂着大牌子 上面写着叛徒 黑五类狗崽子的大黑字 这时候的我只能保持沉默 听着那些喊破天的批判和口号 内心的苦痛和煎熬 无以言表 我甚至准备死在佳音了 入夜 躺在炕上的长木笼里 在枕边的小油灯下 我含泪在日记中写道 是几尺男儿生能舍己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这是从小说 红颜中抄来的句子 也是我最后的意志 这一切 我自然不能写信 跟父母说 只能硬挺着熬 熬到哪天算哪天 好在监督我的小赵 是哈尔滨来的初中生 老乡 且做人有点刀枪套风格 考试从不及格 打架却无往而不胜 后闹勺能乐开花 时间长了 我们反而处成哥们儿了 有一次他问指导员 蒋维下地干活时 跑了怎么整 指导员说 开枪 打死了咋办 扔黑龙江里 现在回想 幸亏我当时没胆怯 也没逃跑 尽管我后来 在连队遭受了很多屈辱和磨难 但我从没想过 认错和投降 我一直坚定无比 认为自己的认识和立场 是正确的 是站在人民一边的 同时我心里也安安存有 一个威忙的希望 期望兵团工作组 回去向领导汇报后 党委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 哪想到事情越闹越大 1969年春 兵团党委又派来一个 由副司令员亲自带队的高级工作组 要求石团长纠正错误 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干部群众 石团长却顽固拒绝 海岸中指挥上百名营连级干部 全部撂了挑子 集体到黑龙江省军区 沈阳军区上访 这时全团已经分成两大派 一派是支持团长的各级干部 和不明真情的知青 一派是支持我的广大农工 十七连上千人 只有八个女之亲 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 号称八大仙姑 领头的是一个嘉心女孩 身材高挑 性格爽朗 父亲是老红军 我们相识后 还产生了一段恋情 不过因其父坚决反对 我出身不好 而不得不中断 这年夏秋 全团英雾人只会生产 数万亩成熟的小麦大豆 全部毁气在地里烂掉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此时全团已乱成一片 成了烂摊子 各连队的南北之亲 因生活习性不同 经常发生大规模群殴 铁锹 菜刀 砖头 三股茶都上了阵 我就制止过 本联合附近十三连的一场殴斗 不过还是有时多人受了伤 这1970年春 兵团党委 做出一个坚决的决定 撤销时某 和其他团领导的职务 并把连一上干部 全部免职 另从别的师团调来一批现役军人 和上百名干部 全面接管了独立一团 被关押的干部群众 获得释放后 各个泪流布置 为地磕头 高喊老主席万岁 自此全团形势归于稳定 生产逐步走上正轨 1970年 三月底的一天 正在连队劳动的我 忽然接到团部电话 收兵团总部 实在加募司市 来了吊令 要我到政治部秘书处工作 那天我真是乐翻了天 把自己的狗皮帽子 羊皮大肠 老棉裤 大棉鞋 脸盆什么的 像天女算花一样 扔给同宿舍的知青战友 谁抢到算谁的 4月1日 在开往加募司的火车上 我用小剪刀 把一直留着的小黑胡子剃了 到了军级机关 怎么也得注意形象啊 这一年 我23岁 到政治部报道后 我才知道 处理所有秘书 都是党员 建议军人 只有我是不一小白丁 不过因职能所在 我能阅读所有基要文件 包括省军级 才能看的文件 这对我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和后来写作报告文学 起到很大作用 一年多以后 老司令听说 我还是非党非团的小群众 很生气 立即下令机关党委 加快培养 就这样 1972年我入了团 1973年入了党 当时没有预备期的规定 兵团司令员 叶恩兵 军衔少将 江西老区小红军出身 长征路上 是一步一步走到延安的 他身边的战友 死了好几场 只有他在一次次 冲锋县镇中活了下来 且无大伤 后来活到一百多岁 福江一个 我第一次给他写讲稿 开篇就写 我是从劣势堆里 爬出来的 开会就是准备下令冲锋 老司令听了很高兴 说这才对我的口味 从那以后他的讲稿 都由我上手了 尽管我在机关的 表现一般般 太好玩 篮球滑冰 游游围棋无所不好 但地位稳如泰山 有老红军护着 我怕谁呀 不过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遗憾 半个世纪后 我才意识到 那天一位老友对我说 老司令对你那么欣赏 他一句话 你就可以穿上军装了 我猛拍了下脑袋 可不是咋的 此后我在兵团总部 整整工作了五年多 环境好了 心情也好了 自此开始写诗 我妻子就是兵团战事报上发现我的 1976年 知青开始大返城 也恰逢中央决定取消兵团 恢复农肯体制 我返回家乡哈尔滨 开始当记者 创办了现今很有影响的新晚报 后来调入是文联当党组书记 主席 1997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 家也搬到北京 现在回想当年北大荒集结了数百万之青 我一个普通农工 能从最边远的黑龙江边一步登天 调入兵团机关工作 也算一个小小的奇迹了 2023年3月22日于北京